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菜是这样长的 那农药这样喷的话 最会残留高农药残留的地方 就是在根部 所以假如你不放心的话 我们根部可以多切掉一点 三公分左右 这一段我们就不要吃它 然后呢有的人就说 菜到底是要切得再洗呢 还是洗得再切 事实上是洗得再切也可以 那么这个蔬菜我们浸泡的时间 也不用太长 事实上浸泡十分钟左右 事实上在外面可以洗掉的 农药残留都已经洗掉了 那浸泡完了以后呢 假如大家觉得说 这个浸泡的水是不是比较脏啊 因为有一些灰尘啊冲染的话 我们就可以到水龙头底下 再把它冲个三十秒就好 事实上七花菜跟这个花椰菜 譬如像华椰菜它外面一定会造一个遮光的布 尤其是不织布 因为让它这个颜色可以变白 那青花菜就比较不需要遮这个遮光布 所以跟农药接触可能会比较高 但是大家想到这个包叶菜它的生长期是很长的 那它到后期呢 事实上病毒外防止也不严重 生长过期中比较常用药的阶段是在前段 这个包叶菜叶它清洗到后面的步骤 也是一样 我们用清水泡个十分钟 然后在流水底下再冲个三十秒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般买到的包叶菜叶 因为它在生长的时候 它是从里面一直这样子长出来的 所以事实上它进入到农药的 大部分是在外面的表叶 那个外叶把它拔掉 事实上你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农药残留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很多 在日本料理里面包叶菜叶是生吃的 事实上它确实是生吃 你可以看里面的菜应该是很干净的 就没有农药残留 但假如你还是很怕的话呢 当然我们还是一样 切了以后 你也不要担心说切了以后 农药就会从水里头跑进去 农药没那么难干 像这样子也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剥开 我们讲的高丽菜的洗法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看这个果菜类怎么洗 果菜类我们就用甜椒做代表 它长的时候是长这样的样子 所以在喷药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农药它可能残留在这个沟草的地方 也在地头的部分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地头部分切掉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高比较高农药残留风险的部位把它去除掉 这个甜椒呢 我们就是把地头部位把它切除掉 这么小粒的番茄 事实上我们就直接放进去洗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说 这个地头到底要先拿掉还是不要先拿掉 事实上都没有差别的 就看你的习惯 你如果是习惯吃的时候再把它拿掉 你就整粒 洗完要吃的时候再拿掉 那你如果习惯说 我吃的时候就不要再多这一道手去 你可以先把地头拿到再进去泡洗 那像刮沙烈的因为它的皮呢 比较厚 所以我们可以用软毛刷来给它刷 这样子刷酒呢 再浸泡的话 它会更干净 还有一个蔬菜 时常被大家误会 那就是小朋友最爱的 金黄香甜的玉米 一般的玉米呢 大家都认为荣耗残留非常高 事实上它是被冤枉了好几十年 那会有这样子的印象 就是因为在玉米生长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害种 叫做玉米敏虫 那玉米虫呢 它是在这个玉米还没长的时候 它已经钻到这个心里面去了 所以你如果买有机玉米 你拿回家的话 你会发现有只活虫就从里面钻出来 那为了防治这个玉米敏虫呢 它在雄伟开发的时候 我们政府就核准它 可以加八克的好联冬在上面 那那么好联冬 三percent的好联冬 它的半衰期 就是说它分解掉大概只要两个礼拜 但是这个玉米生长大概要两个月 所以说我们的生长出来的玉米 绝对没有农药残留 是非常安全 那么葡萄应该怎么洗呢 那我的习惯呢 就是葡萄 一粒一粒的捡到水里面来 那让它来浸泡 十分钟 那么我为什么要留这个地头呢 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吃的时候 有吃到三道生水的葡萄 那我吃葡萄 我也是习惯连皮吃 好